上次阿迪去了咖啡展 就是前阵子在台中办的台中咖啡展 今天呢就是主要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次在台中咖啡展看到的一些有趣好玩的事情 这张呢就是我刚去到台中咖啡展的时候 拿到的媒体证 今年展昭有找我们做了介绍 所以我们有在IG上去发文 一进去的时候 我第一个看到的是那个俊元 我原本想跟他打招呼 但是因为俊元他看起来太麻 旁边就围了一群人 然后再冲那个老延宁的绿杯 所以他们在进去就是蛮 蛮前面的地方 对那台中咖啡展它的整个场地的感觉 跟台北有不一样吗 最大的差别就是台北的咖啡展 它是分两层楼 那台中咖啡展呢 它是一个平面的大长库 所以咖啡 茶 酒全部都在同一个空间 但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咖啡喝完之后 你要回去之前你会经过酒展 你就可以在那边绕了一圈 然后就顺便带几只走这样子 接着呢我后来就去找那个大东西咖啡 双刀柳 双刀柳对啊 它一次冲三杯 我会说你真的是在练比赛吧 有时台中人也知道达文西 我觉得应该是吧 就是也是蛮多人的 那我觉得达文西 真的是我们心目中 数一数二的千几年店家 对对对 几乎没有他们办不到的事情 就是手冲也强 意识也强 烘焙也强 在后制和产地的认识 认知也很强 对对对 然后再来呢就是Fellow他们的品牌 那Fellow这次有跟他们聊到 Fellow说他们接下来会推出一个新的电子秤 也许之后会看到 这是这就是布加糖 布加糖 他是台中的店家 然后一直想去 但是一直还没有时间过去 后来就去了金井咖啡 这次喝到哥斯大海家 罗马庄园圣豆子 这杯很好喝 然后这次仅仅有一半的摊位 是做成像露营的那种风格 然后他们说台北咖啡展这场呢 也是想要包下10个摊位 然后整个变成露营区 这就是我就知道了什么叫大财团 没有 财力雄货 相对于就是一般的独立店家 金井咖啡真的是做很大 就有生豆 然后有烘焙 然后有那个店面 然后有股教学 我觉得有生豆还不够看 你知道它有庄园 对它有庄园 是真的就是前端到后端 全部都包起来 对 像我们之前有趣的那个讲座 对 也是金井这边主办 电子笔的讲座 好 再来这个东西很特别 它特别的是说 你可以透过这台浸水机去调整TDS 也有听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之前我们在开箱那个RO水的时候 不是一直有人说 很多店家意识机都是用RO水 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这件事情我在跟厂商在聊的时候 他们说其实意识机不能够用纯的RO水 会有一个状况就是 你如果用RO水的话 它可能会对锅炉造成伤害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第一次听到 对 需要再去查证 这个是涛选咖啡他们出的胶囊 非常好喝 因为我们之前喝的不是有说 它的味道比较稍微淡一点吗 对对对 但是这边喝到它的口感非常的浓 香气和甜感当然不用说就是很好 我们有没有机会喝喝看 之后买啊 之后跟他们买啊 喝喝喝 然后再来是卓吾山咖啡 我觉得今年喝到台湾 台湾的咖啡 卓吾山的表现非常好 后制是走一个非常细致的路线 因为有些后制 它可能会有很明显的后制味道 就是它可能艳养的味道很重 然后或者是 比较新的发酵方法 或者发酵对 或者发酵感很重 但是卓吾山的味道都算是一个比较清爽 但是你可以喝到每一只豆子 它的路线就会不一样 嗯 大家后来去碰到那个陈浩元老师 台湾的拉花冠军 所以我体验了一下那个拉花 诶 这两杯我哪一杯是你拉了 来猜看看啊 猜看看 有啊 有一杯是我拉了 那你一定是拉的 对啦 也是 这棕榈月根本拉不出来 这还用猜吗 也是喔 那天就有聊到蛮多的 牛奶和咖啡混合 主要就会影响到你 人在喝下去的那个味道的先后顺序 你要把咖啡和牛奶混在一起 让它一起喝到 还是说咖啡先喝到 然后后来喝到牛奶 哦 我可以理解 那接下来陈浩元老师他也要开课 拉花课 对 拉花课程 线上课程 对对对 所以之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有没有考生 好 那接下来呢 哦 我就去到那个黑金 我就有喝到今年的肖邦 但我觉得今年的肖邦 表现没有去年那么好 甚至一些一些比较重的味道在里面 我反而觉得是二一年的 特别好喝 但我觉得今年其他的音乐家系列 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 因为还没进来 对 还没喝到 所以不知道状况会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那个全球的气候变迁也很大 所以我觉得每年你可能就很难 去稳定的喝到同样调性的咖啡 再来是路过 路过松岳咖啡 啊 我应该有喝到 但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相比之下 还是周祖元翰 周祖三更突出了 而且我觉得这是喜好问题 对啦 松岳的味道对我来说就比较 没有那么多花果香气 它会比较可能口感好 然后甜感也不错 但是就会觉得少了一点点那个味道 嗯 然后再来 哦 这台烘豆机 我们以往知道的烘豆机 它就是直火嘛 热风嘛 或半热风 但这台烘豆机它是用微波 它用微波加热 好哦 听起来就不太香 我觉得味道会是很均衡 很平均 他们是说这样的做法是可以让内外抖叉 几乎维持一样 我的认知中微波的波段是加热水 借由水的热去传导到其他物质 对 烘豆的香气 和很多的焦糖化梅娜反应 它是不能有水的 哦哦哦 就有点像是你煎牛排或者是煎吐司 哦哦 都是底下那一面焦化之后 它才有那些香气跟风味 对 但我不知道它的微波有没有 就是因应它要做咖啡豆 而做了其他就是能量上的变化 或者是波段上的调整 对 我自己听起来就是身为一个化学系的话 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 因为微波的原理就是水 所以它必要是加热水 对 所以就有点像我们平常微波食物啊 你不会在微波食物上面吃到一个就是 哦对对对 煎牛排的那个香气 这样讲起来是不是应该要有气炸功能 对对对 对对对 你知道有那种旋风烤箱 哦 哈哈哈 开始家电介绍 就是烤箱通常它就是算是气热式的 它就是上面的钢条去加热空气 然后空气去加热食物 那因为这样子它的热传导是有方向性的 对 所以有些它就会有烤箱内的对流 嗯 还有些会给你那种笼子 其实就有一点点像sandbox smart 嗯 但是烤箱版的 哦 懂懂懂 但我觉得真的要喝喝看啦 对要喝喝看 说不定它有一些调整 嗯 好 好 再来是它叫弯磨电动手摇磨豆机 现场磨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好磨的 那我为什么不要做一个电动磨豆机就好了 为什么要坚持手磨呢 可能怕你去到一个地方它没有电 那它就必须要有手摇功能 再来这个呢 哦 这张很美耶 这张好美 它是一个国外的品牌叫做XLVI 然后他们有出一个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打氮气 灌氮气进去的 所以你看到底下有一个那个瓶装 嗯 就是氮气瓶 然后呢 它可以把氮气打到这个整个豆槽里面 所以就变成说它一烘完豆 它把豆子放下去就可以打氮气 然后就可以保鲜 然后当它需要的时候再把氮气卸掉 拿出你要的咖啡豆 然后之后再打氮气进去 有闻到同一批烘焙的 然后放一个礼拜 和放在氮气瓶里面 然后真的有差 氮气瓶里面的香气明前保留更多 诶 然后接下来就进到酒 我觉得后来就会喝酒了 好 那给你三个机会 第一个想到了最有趣的 应该还是那微波红豆 哦对对对 微波红豆算是新的东西 然后再来是氮气的那个豆罐 再来是那个水水质的东西 我觉得很不错 因为每个店价需求不一样嘛 不见得说五十四五十 TDS或是八十是一定是最好的 对 我发现你都在看一些土壁的东西 那个想开店吗 没有没有 没有不想开店完全不想 纯粹有新趣 纯粹对对就看看 看看就好 对吧 台中咖啡展有一个给我的感觉 是它比较像是在做台北咖啡展的准备预热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反而很适合就自媒体 或者是店家等等有一些合作机会的 就很适合在咖啡展先谈 对 到了台北咖啡展之后 可以有更多完整的东西可以看 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期待台北咖啡展